歡迎大家收看酥火子的頻道 錄影的時間就是2021年10月6日下午3時44分 比特幣價格還有多少呢?一起看看 比特幣價格等等 比特幣價格還有$51,477 哇!一個... 一個急升的 前幾天都是$50,000以下 一天之內就升了差不多$2,000 有什麼利好消息呢? 我相信都是... 應該這樣說 就算有利好消息也好 沒有利好消息也好 有時候我們去... 企圖找回一個相關的新聞或者一個... 原因呢? 其實都是沒什麼意思 因為過去了,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都... 未必能夠驗證到這個新聞 就是代表推升到比特幣的原因 所以做人不要那麼... 單一化或者想事情 簡單來說,如果比特幣的質素是高 或者這個區塊鏈 或者這個技術 是會在網上繼續擴大盛行呢? 這個升幅是... 遲早會預見的 只是升多還是... 即是早見還是遲見 而你覺得你用手機越來越多 還是... Blockchain 技術越來越用得多呢? 那這就是你要考慮的事 如果你覺得這件事是相信的 那麼... 這個升是無可厚非的 再加上這個全球化那個... 經濟不穩 或者再加上很多人的資金流動不活躍 導致到... 或者很多人受到監管 所以呢... 這些資金的流動呢... 可以透過不同的區塊鏈的... 貨幣 令到那個... 價格所飛升都未定的了 那我就不講完了 那麼今集的流動呢... 剛才看到... 抽高達時間到了 今天重頭戲 如何啊... 用一個最... 大機活率的方法 去抽到高達 那這個呢... 這就是... 這條影片最後的部分 那你慢慢看 那... 包括看到呢... 市場上面呢... 我相信全香港呢... 沒什麼人講過... 呃... NFT 就是沒什麼人去講 怎樣去入白名單啊 怎樣做presell啊 怎樣去... 就是... 去買... 源頭拿到... 買到NFT 怎樣選NFT呢... 那... 那... 希望我這個全港... 最大型NFT討論的平台呢... 可以幫到大家了...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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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我們預測器的範圍準確 之後我們用這個繼續方法去預估的價格 就會有所信心提升 第二個部分就是講講 Adapad的價格 這裡很簡單就講兩句 都是簡單講講Adapad的價格 還有究竟當中那個 近來裡面的一些情況 我跟大家分享 來到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第三部分 就是NFT的部分 不是先講講高達的 就是講講究竟 為什麼要投資NFT這段時間 我說了一次 為什麼這段時間要投資NFT 有些說NFT是泡沫 究竟是不是要離場 或者是遠離它 一會兒我跟大家講講 絕對不是的 這是一個機會所在 而當中的風險和回報 會跟大家分享 來到最後的部分就是 抽高達的 不是抽高達的一些技巧分享 個人自己 你今天看完最新的高達抽獎資訊之後 就有自己的一些看法 我這個看法希望幫到大家 能夠提升到你抽高達的最大機會率 提升到 今集很長 我怕很長 我全部都精簡 有些人投訴我說說得太久 我就比較長氣多嘴 那就不要介意了 那馬上開球了 看看Bitcoin價格走勢 大家有沒有看到 它好像 這個2017 這個是2013年的 開始不像2013年的 應該這麼說 我之前就說 今次這個牛市就像2013年 我們有幾次的點都是相對次的 但是波幅就不同 包括呢 包括9月7日有個急插 9月14日回升 這個位置和這個位置似 之後 9月20日插 大家都插 但幅度不同 然後呢 10月 我上次說過 10月之前是不會到5萬的 要用上一個角度去想 因為要到上一個最高峰位 都要去到17日 去到這個位置仍然相似 都是上升 但是呢 事發有QK了 就去到這個位置 好像不像了 完全不像的 我就說10月4日至10月7日 有一個很關鍵的日子 究竟會像2017還是2013 我就看到最後那個位置是不像2013的 逐步走去2017那個路向的話呢 如果用回2013和2017呢 那個 應該這樣說 它由9月插 插到什麼時候才回復上半本的水平呢 就是去到10月17日的 兩次都是 很exactly 那這次會不會是 那麼快會到那個5萬2呢 那很快到 想不到幾天之間 所以比特幣就不要用常理去批 就是去判斷的話 今天現在很L慘啊 或者今天很L牛市很厲害啊 大家注意啊 因為一時之間 可以有很大的升跌幅 那這樣東西呢 只要保有那個叫做初心 你買bitcoin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想抗通帳和抗印銀子 和抗這個制度的不滿 那所以呢 只要這些東西繼續存在 你繼續hold貨 那直到呢 它一個叫做超買的情況 什麼是超買呢 其實簡單來說很多數據的 其中一個stock to flow 可以一個 我不是在這裡詳細看 總之 你想看嗎 都可以 都可以看看的 你想看 這個吧 bybt.com 就是很多數據都給大家看的 這個只是其中一個 那當中 你按照 然後你想看中文版 人們想看中文版 小火子 我不懂英文看中文就看了 但是要習慣看英文 因為我們很多的NFT項目 都要看英文 才得到最新的資訊 因為很多的NFT項目 都是由美國 大喜 風潮 所以你想得到最新的資訊 一定要懂英文 懂英文 小火子也不懂很多 懂看 再不行就去Google Translate 現在我們看看這個 叫做 stock to flow model 明白嗎 這個 這個stock to flow model 去到超出這條線 為之一個超賣的 超得越多 當然超賣越多 但是最難的地方 就是究竟 升完可不可以再升 我們就看看下面這個位置 這個回歸線 把這條線拉直了 高一點的位置 就要離場 去到最底就是all in 最近一次就是721 721 大家是甚麼日子 721就是一個all in的日子 大家當天有沒有看小火子的影片 列出了五六個點 現在是很大機會見底 但是小火子依然會持續在 4萬 5萬 之前跟大家說了幾時入市 暫時是這樣 看到這裡 大家記住時間就是10月7日 已經叫做一個安全期 危險期已經過了 危險期已經過了 所以 你要看 就看看究竟10月17日 究竟是甚麼環境 究竟是穿了這條線 還是未能夠穿到 我說一個價格預估給大家 我相信仍然可能在這個 5萬1 5萬2這個位置 有一個 叫做 我們拉前一點 可能有一個叫做 阻力都未頂的 可能這段時間 可能要磨一段時間 我估計 全部都是個人預估 最後可能會有 到發這個位置 可能會有一個急速上升 都未頂的 如此類推 但是我講過很多次 10月23 10月26 這段時間 有一個跌幅 跌幅多少 我現在給大家看看 可能到時都會有一個 比較大的跌幅 包括2017年 我們有這個位置 跌13% 也不少 如果你是2013年 也有一個跌幅 大概是 其實你有沒有留意到 我最近在說這些 是很瘋 雖然你覺得用歷史說 很瘋 但是很多事情都是 照版煮碗 這麼多年去發生 如果繼續發生的時候 我們就 一來留意著 再有些 最新的情況 我繼續跟大家跟進 總之大家記住 下一個關口位是 10月17日 如果17日能夠穿到5萬2 即是跟我們所說的 不謀而合 如果提早到了 究竟是否可以維持 三四日 甚至十日 為之一個真正升穿 我們就可以看下一轉 可能下一轉 就是用Plan B去說 下一轉 我看到就這樣畫圖 這個位置 10月底 這個位置 至少六萬多 我估計這個位置 所以 六萬三是Plan B 這個月最基本的價格 這幾個月都跟得很足 很準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 對這個大市有信心 就算有一個急錯 或者有一個回調 大家都不用太擔心 因為始終都是 十月 十月一月 成十二月 我覺得Bitcoin做得最好 再加上 我們看到一個叫Bitcoin Dominance 記住在最後關頭 Bitcoin Dominance 如果一路繼續上升 是一個好笑頭 也是一個叫做終極牛市的指標 這個就是 第一次不算 因為第一次沒有生債幣 它的佔比 永遠都是這麼高 Bitcoin 當中 2017 對 2017 就是 Bitcoin 1997 金融海嘯 不要這麼遠 因為現在就是2017年 去到六月幾號 就是三十幾 現在是不是有一點類似 跟大家看看 九月 你會看到Bitcoin的Dominance 如果用回2017 就是50% 一路去到十二月 都會一路去 高於50% 但這次我覺得是有所分別的原因 第一個 就是生債幣 NFT 和Define 或者很多不同的產品 走出來 資金未必會去那麼多做Bitcoin 所以 如果用上次的指標去看 Bitcoin的Dominance 要上升 但是未必會去到50% 可能去到45% 46% 這些位置 就是健康牛市的終結 可能去到50% 就是完結 我相信這裡是50% 60% 差不多到60% 終結牛市完結 大概分享差不多 生債幣方面 我其實也想分享生債幣 但是 近來就少研究了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風口位已經轉了 因為就算Bitcoin 或者以太幣 或者什麼 你有一個升幅的預期 不會說 升5倍已經很厲害了 不要想著升10倍 但是 NFT也好 或者這些IDO也好 真的升10倍 20倍 甚至100倍的話 我覺得 我仍然持有大部分的資產 做Bitcoin和以太幣 但是 我搏的話 最後 臨尾搏升得最多 除了生債幣 我覺得NFT仍然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 看好什麼幣 如果你說說生債幣來說 Tera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不過Tera已經升過很多 就是Luna幣 也說了 它在韓國很盛行的區塊鏈支付 有息收的 不過利息不多 而且祝大家不要將Luna收息 放在自己身上 神經病 unstake要等二十多三十天 二十一天 所以 如果要離場 差不多要unstake 而且 利息這麼低 真的不值得做staking 我覺得這個Luna 如果你說收息來說 但它應用廣泛很多 現在很多情況都用到 另外一個看好的山債幣 讓我一邊看 看什麼好些的山債幣 VChain仍然是獨市的 即是在這個叫做 supply chain的方面 但由於 你預期的升幅 不會說很多 你可能最多是0.3 0.4 那我就覺得是合理一些 在這個中競牛市裏面 那麼 FETA幣仍然是持有 還有就是 升幅來說 我相信都在 但你不會說 預期升十倍 二十倍 可能升五六倍 就差不多了 不是升到二十多元 就差不多了 我個人認為 那大概 Pancake 我應該這麼說 近來看好兩個 就是B&B和Pancake 因為Pancake 近來又是關NFT的事 又是上一個 10月7日會上NFT的marketplace 那你大家都知道 Pancake是全世界 最多人使用的 去中心化交易所 所以它在Telegram 或者Twitter上 人數超級多 所以一個Pose 大多人去買 那價格就不得了 那這個呢 就是一些山寨幣的分析 那我不詳細多說 因為我覺得 風口位暫時 不是這個山寨幣 山寨幣會升的 最後也會升得多 比比特幣的 但是我就 沒有太多時間研究 因為我覺得 仍然有些更加 值得吸引 吸引我 不是說一定會賺 總之 我做一些 投資的時候 都會想究竟值不值得 究竟在這段時間做些什麼 那在這個頻道 就分享給大家聽 那我就 未必大家要跟我的 我就有自己想法 那 那 我就覺得大家 覺得我有自己想法 所以才喜歡看我 那我覺得 我喜歡說什麼 就說什麼 我覺得這個頻道 我講一次這個頻道 沒有收任何的 我只是收Patreon 沒有收任何的業配 人家找我 其實很多公司找我 我不是不想做 但是我不想說 在一個 這個興趣上 加上其他條件 我不想 我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還有 說自己想說 雖然很多 不說什麼 神經病 對了 自己想做就做 可能 有一天會想接的 但現在不想 還有沒有什麼時間 有些人說 小火子 為什麼不回覆機 什麼什麼 沒有想覆 但又是睡幾個小時 又是搞公司的事情 又去照片 又去看資料 所以 我出片 不是我這樣說 我要看很多資料 看看 NFT市場的一些最新動態 看看其他YouTuber 看看外國的新聞 唉 所以 請見諒 回不了的 我都盡力了 另外一方面 就是 小火子第二個部份 說什麼 就是說ADA pack 我相信有些火友 是有賣的 我都要講講 循例講講 究竟我介紹了 這個ADA pack 究竟 價格如何呢 價格升幅 就不錯 由這個 十月一號 到今天 當天就是 六號 零點六六 零點七 左右 已經升到零點八 差不多升幅 三十幾% 有沒有聽錯三十幾% 今天這個買些什麼呢 我說過了 就是買這個幣去這個平台 入會 入完會之後 就可以做兩件事 你可以收息 由於 收息也不是重點 如果收息的話 Pancake也有 很多地方都有 六十幾里也不是多 之前二百幾里 最重要就是 可以在上面 買它的一些 推出的一些平台 幣 這個幣 叫Astro Swap 在之前的影片 已經介紹了 如果想知道究竟是什麼 我約了一說一說 Cardeno上面的首個 去中心化交易所 就好像這個Pancake 在這個幣安智能鏈上面 的Pancake 看好原因就是 市值勢 還有Brucilla的製作團隊 很厲害 還有它的宣傳團隊 也很厲害 還有它之前的Track Record 全部的這些 平台幣 或者這些叫做 去中心化交易所 和牛 都是一個不錯的表現 起碼都會做五、六十倍 甚至一百倍的回報 所以 我就建議大家 入 但是 也有一句 沒有保證的 還有就是 我本頻道 任何的影片 都不在意 任何投資建議 自己想想 我就說 入這個會 就要買二萬五千顆 最基本 你可以買入票 但是我沒有試過入票 我只試過保證買到那個 那個 那個叫做Tier 你看看 對了 同級 二萬五千顆 我上當年 接合港幣是十三萬的 現在多少萬呢 按給大家看 兩萬五千顆 八毫子 0.0 0.8成 二萬五千 乘七點八 哇 十六 十五六萬了 已經只是那個 但是不要這麼開心 小火只要賺很多 這裡又賺 那裡又收息 接著那個新平台上幣又賺 很厲害 不是的 因為如果這個ADAPAC 這個漂亮的項目 完了之後 這個這樣的幣 是九成急插 我跟大家說 九成急插 插多少呢 我個人認為會跌到0.65 所以大家注意 不要以為是實賺的 但是最主要 這些平台幣 無論是ADAPAC也好 BSEPAC也好 全部都是看幣 入場價 這個最重要 因為你如果這個價錢貴 你之後申請一個這樣的 ICO項目 真的賺到錢 都未必可以蓋得到 如果你急插的話 好像這個叫做Trompad一樣 急插得很厲害 這個Trompad 0.07 0.07到0.6 這裡 所以大家注意風險 我建議大家 就是低於某個價位會入 如果想知道 最新入市價 歡迎在Discord留言 我就回覆大家 我覺得自己 這個起碼1.05 就是一個不錯的入市位 其他那些 我再跟大家說 不同的PAC有不同的 W數目 以及不同的入市的 不同的Project 以及不同的玩法 所以大家要注意 如果要研究 請入Discord 待會我跟大家說 有什麼看 由於簡單一句說話 這個ADAPAC上了 Astro Swap 然後很多人進來玩 原本6,000人 現在只有7,600 小貨之後 想問你會買到多少個 美金 那個幣 最後升100倍是多少呢 我估計 由於太多人玩 我估計 原先之前 我估計同級會員 25,000個 用之前的豬鬆 那個方法 預估 我估計有150元美金 至合港幣 差不多乘1000元 再乘100倍 我估計 差不多會有10萬元 我估計 大約3-4萬元 但如果你說 投資10萬元 現在一個項目賺3-4萬元 已經很厲害了 但是 到時候先說 我這個就是 去到Discord 或者Patreon再跟大家分享 我相信 不多人參與 所以我講一講就算 起碼讓大家知道 什麼為之一個 好的PAC的價錢 還有什麼 什麼時候入市 就是當這些項目完結 你才入市 就比較好些 而且每天都會 把ADA幣給我的 現在 我就在收割 這個鍵就是收割 就是這麼多 但是APY 相信離場的時候 這些人 提早離開的時候 要罰錢 這些錢 就會回到繼續 stake那些人的身上 來到今天 重點的地方 就是 小火子的NFT 資訊 以及推介 來到NFT世界 現在馬上講一個 極度重要的話題 有鑑於昨天 在Telegram 有些人 把自己的介紹連結 放到我們 小火子 Telegram 高級會員群組 去溝通 想別人支持他 但是 外於有些人 就不喜歡NFT 或者是不想 玩NFT 或者是不想 聽到NFT的東西 所以我就開多個 NFT的討論群組 這個群組應該是全香港最大的 暫時 因為全香港都沒有人講NFT 所以應該一百人都是全港最大的 現在已經有幾百人在裡面 互相支持著 他們已經在喝頭淡湯 你知道嗎 全港領導潮流 投資領導潮流 就是小火子頻道的火友 超高手 他們就是 已經懂得去不同的地方 找不同的NFT去投資 怎麼投資呢 我就說 昨天發現一件事 很多人都不喜歡投資NFT 也都覺得NFT升得這麼厲害 不是吧 一隻猴子升到一百萬 不是吧 一隻CryptoPunk 升到四五百萬一隻 有沒有搞錯 哪有錢買 根本就是騙局 根本就是一個泡沫 要確認它是否泡沫之前 要確認那件事 是不是爆破之前 什麼時候會知道呢 就是完結的時候就知道了 所以現在仍然都不知道 什麼時候爆破 仍然繼續有一個 市場上面 offense的交易交投量 上面NFT的價格 有所飛升 所以仍然未到終極的部分 我相信 再加上一些炒作 包括Twitter 或者是 Facebook IG TikTok 到時都響應 一起用這些NFT的時候 我如果一天跟你說 跟你說 或者 以後 要將所有Frozen 什麼Let it go Let it go 那個公仔 跟你說 那個是要正版才可以用的 全部下架 全世界的情況 只有你女兒 是有Frozen的公仔 你不威水 原來要正版那些NFT 才有剔好 或者才可以用的時候 你到時追追這些NFT 我相信太貴了 所以 不要小看NFT 而NFT做Profile 只是其中一個十分簡單的用途 而當中NFT有很多很多用途 包括身份認證 文件認證 文件紀錄 任何文件紀錄 都可以用一些NFT 或者用一些 区範科技 去加強安全度 以及公開透明性 所以 NFT的泡沫 就言之上早 而且 我覺得 在這段時間 投資NFT 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不是吧 100萬我買不起 那些猴子 不是要你買那些 而是說 你好像我 最近投資的幾樣東西 都是由源頭拿貨 包括ADA 包括BSC 都是由源頭拿貨 你升幅才會強勁 以及你的護城學 你才夠厲害 所以 我聽我說清楚 就是 你不要一邊說 這個叫做NFT的泡沫 所以你就 不參與 我也是想跟你說 我2017年開始玩Bitcoin 的時候 那些人都說Bitcoin欺騙人 無聊 這些虛擬東西 鬼人不要嗎 去到今天 你覺得Bitcoin是藍籌股的時候 我就走去玩NFT 或者走去玩一些新的 投資項目 你就覺得黑人 這些很大的風險 怎樣怎樣怎樣 你應該說 你起碼能夠說到 前因後果的原理 你講完了 你不Bitcoin 你先說 你先說 你先說騙人 如果你連 什麼都不知道 你不要說騙人 應該先了解了 唉 一兩罪 你先喝一口 等等 那又建於近日 看到NFT 其實玩法方面 你可以很低風險地玩 就是玩一些大型的項目 而這些任何的NFT 大概的鋪排 都是有一群人想製NFT 然後 他想讓一群 早點進去支持他們的支持者 給他們一個白名單 給他們早點購買 就是到時候 他有一個原價去買的機會 然後他 訂某天進行公開買 這些人買完之後 就去OpenSea 進行二手交易市場 那我就告訴大家 當中 在這個二手交易市場 風險是超大的 即是上市 那個日價 或者那些東西 都顯示出來的時候 你要再猜它 之後升另一點 就超難的 因爲創作者 甚至乎 持有人都不知道 將來可以不可以 所以這個東西 就要可圈可點 但是 如果你能夠留源頭拿貨 我這樣寫包單 有近來一些 原本的項目 近來都沒有跌過 包括 不要說猴子 猴子0.08 已經升到四十幾 五十粒 以太平一隻 那 通常 一些Heat的項目 基本上 你不會跌破地板價 所以我建議 多一句 你覺得NFT騙不騙人 先不要理會 你懂不懂買 第一件事 你知不知道是什麼 第一件事 在買什麼 哪裡買 第二件事 就是 什麼叫pre-sale 你知道嗎 風險大還是小 究竟入場費貴不貴 以及你pre-sale的時候 究竟用幾粒以太幣 最多會撕多少錢 如果你能夠計算過 這條數 非常之直播 我講了一句說話 就是 能夠入到pre-sale的話 入到百名單 你就差不多是 穩賺的 賺多少倍就不知道 但起碼不會 比較少機會跌破招股價 就算跌破招股價 你輸的是多少錢呢 你要明白兩件事 BTC 和山寨幣 升幅是有上限 以及已經升幅放緩了很多 就算比特幣現在升到五萬元 六萬元 都是大概20%左右 在虛擬界 虛擬世界 或者NFT世界 簡直是 不同的比較 但我不是說比特幣不好 我都持有很多比特幣 但是呢 你的表現裡面 應該有些進取一些 或者有些叫做保守一些 比特幣來說 已經是藍籌股 好像那些匯X 但是 匯X不會令你發達的 或者不會令你說 再增長很多 所以我建議大家 可能留20 甚至30% 或一些比較高風險 但我就會聽 其實不是真的高風險 可能是一些低風險高回報的 你聽到是很瘋 但如果你真的入到這些 白名單 或者入到這些pre-sale 真的低風險高回報的 所以 你要知道 諸到 NFT入場位有三個 pre-sale public-sale secondary market 我們目標是pre-sale 如果你能夠入到pre-sale 你的風險會超小 就是 你入到才說 我相信說 你不要以為這些 真的叫做 有個泡沫成果 你入到才說 根本就 不是說入就入 就這麼多 那你這樣說 小火子 通常這些白名單 要多少錢 抽到之後 我想買 這樣要多少錢 但它最便宜是0.04以太幣 去到0.2個 今天講的高達 已經是最貴 市場上最貴的NFT 已經是0.2個 都是 最貴的 最貴的 5-6千塊 一隻 就是說 如果輸了 都是5-6千塊 那 輸了又如何呢 即是說 小火子 NFT泡沫 不要玩 是呀 我玩又如何 最多是輸了 5-6千塊 但我可以賺多少倍呢 如果今晚抽到高達 我這樣寫包單 10倍就跑不掉了 10倍是2顆以太幣 不要說好像很厲害 現在出名的NFT 下下說是5顆 甚至10顆以太幣 所以 這個高達 我覺得你是一個 很好的契機 讓你試試 究竟 什麼為之 NFT世界的炒作成分 就算你輸了 你要預算有輸了 我講一次 心態方面 玩NFT的風險超高 包括團隊 Roll Map 連那個製作團隊 都不知道將來發生什麼事 所以這個就要注意風險 還有你有輸了那個心態 即是你5千塊放到NFT 你有輸了的心態 但是如果有10倍20倍 你值得擁有 因為你真的 在市場上最尖端的人 少少錢進來 就很容易炒高那個價錢 還有如果你真的想入白名單 不是說你就這樣按進去 Discord 或者我們是朋友 不是這樣的 我昨天的影片說了 有四大方法 第一個就是介紹人 第二個就是 要不停在這裡刷的洗版留言 刷到10級 或者插到很高等級 第三就是 可能幫他製作一些 有趣的圖 Meme圖 或者Art 讓他留意到你 第四個方法 可能是 什麼呢 第四個方法 暫時還沒喝到 有時 失機門神給你白名單 可能你覺得你英俊 或者是 早入 他給你 總之大概是這樣 也有個風險就是 你不要以為今晚抽高打很順利 我覺得應該也是可能有幾個壞電腦 這麼多人一起抽 網路也未必能承受得到 還有很多時候是凌晨抽的 你要留意的就是 除了五六千元之後 就有很多時間成本 要坐在這裡等 那麼 小火子的Discord和Telegram 都歡迎大家 去把自己的介紹連結放上去 互相幫助 到你如果真是救人 希望各位夥伙 就跟大家說 我救人了 我不再收了 免得浪費了些數字 我幫一下另一些人 再加上 上面有很多不同的NFT資訊 全部都免費 多次進入白名單 全部免費 如果你真的想 我記得剛才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付錢 付錢做一個叫做伺服器的提升者 你就有機會加入那個白名單 如果你想得到更加多的NFT資訊 NFT介紹 NFT的你的介紹連結 想入到一些好的白名單的項目 那你就一定要入我們這個 小火子全香港首個 NFT的討論平台 全香港最大的 應該會幫到你 提升到你自己的NFT的水平 知道嗎? 那今晚那個 或者這樣說 之後那個部署策略 小火子依然會持有 Bitcoin、以太幣、山寨幣 再加上NFT項目 那我就建議 如果新手 就建議就是買這個Pre-Sale 花一點時間而已 那我早一步去進入這個 Discord裡面 進行這個白名單的申請 那最多你都去虧 你都去虧0.2個以太幣 那有些是0.4個而已 那你只去決定了 那通常呢 就不要買Pre-Pepic-Sale 即是搶 即今晚高達是要搶的 因為那個沒有白名單的 那就是要搶的 那二手市場也不要碰 如果你覺得不好搞 那就算你要搞二手市場 我都建議搞一些名牌子 包括猴子 或者CryptoPunk 那很貴 那你就可能買Mimbit 或者一些出名一點的NFT 因為我相信四年後 我昨天看了Patreon也出了post 四年之後 很多的NFT都會消失 就好像四年前 很多的山寨幣都消失 包括它上當年很流行 你知道很流行嗎 我覺得你們不知道 你們已經是年輕人知道 我們這些阿叔 2017年有些什麼靈幣 包括有些叫做Bitcoin Cash Bitcoin Diamond Trom 幣 EOS 幣 你知道嗎 我剛才說這些幣很差 XLM 幣 等等等等 這些幣以前都很流行 但現在已經完全不見 IOTA 好像是 所以 選好一個好的NFT 去渡過這個熊市 是很重要的 很多都變垃圾了 只有CryptoPunk 這些才能過到熊市 或者有KeyreoCat 或者叫做 唉 那一句 不再有任何投資建議 總之 我個人認為 在這個終極牛市裡面 是很容易賺錢的 但怎樣能夠提升 最大的賺錢水平呢 就是可能玩NFT 或者玩一些IDO項目 而終極牛市呢 自己選擇 那我們大家一起經歷吧 希望 有緣在這條片裡見到的 就是希望幫到大家 到過這個 我們從今年年頭呢 十二月開始拍片 忘記了一月開始拍片 其實我幾年前開始拍片 比特幣三千元的時候 開始拍片 到今天呢 已經累積了一段的 一定的觀眾 多謝你們去收看 那我期望呢 這兩個月是 不要離場 暫時不要離場 我們等四年 就等今天 等這兩個月 所以大家好好珍惜這段時光 我和你的時光 到時候我和大家一起說 走啦 那時候呢 希望大家 我未必猜到最高的 但起碼有錢賺 還有有時人生的東西 不用賺到最盡的 那你有錢賺 開開心心自己滿足多些 那就OK啦 那出市的策略呢 我會講講 就是留些什麼幣 不要留些什麼幣 留些NFT 不要留些NFT 那我早前 會拍一條詳細的片 和大家講講 但我的片全部都是Patreon優先的 還有呢 停收會員的道理 我已經快要截單了 但是呢 我在找那個系統怎樣截單 還有怎樣開一個新的價格水平 那如果想繼續去支持小波子頻道 只有一兩元一天就能進去Patreon Discord Telegram 全部都是一些高手 和大家分享的 那 唉 沒有玩NFT的你 非常強烈建議你今天玩NFT 今晚你就玩 預備0.2個以太幣去Metamask 看我昨天的影片 你今晚就做了人生第一個 決定去玩NFT 不過九成抽不到 不過至少知道過程是怎樣做 那下面呢 就有不同人留言 多謝小火子 介紹什麼什麼 但是小火子不是玩神仙 我介紹什麼 我也有機會損傷蝕錢 那一會兒講那個project 已經是一個經歷過高山低谷的project 我想跟大家講講 那 有些人問高達怎樣抽 一會兒的部分再講 那來到最後 有個人叫做難度股票很穩陣 這個世界呢 昨天跟朋友說 究竟真的東西是穩陣還是假的 究竟真的東西是真還是假的 究竟Bitcoin是真還是假 究竟我們的紙幣是真還是假 大家想清楚 那這個呢 就是 究竟我們在看天天是真還是假 究竟 所有的實物是真還是假 這個呢 大家想想 很多東西呢 其實都是在腦裡的一個資訊 究竟人是真還是假 嘩 講那麼遠 人是真還是假 這個呢 我不講那麼多了 好像那些孔子佛 孔子呀 莊子所講的 虛實陰陽一樣 究竟什麼為之真 什麼為之假 那我們再 為一集長談 你到最後的部分 我神經病 錄了幾難 低能錄了七個字 有使用錄最久 還有一個項目的就是這個BitBot 如果大家有抽這個BitBot 聽到小火子說呢 它的價格已經回復2.9了 差不多三顆那個價格 那就是 小火之文神仙 這個BitBot之前經歷了很多高山低谷 一插下去一顆 現在呢 就升回到三顆 因為呢 我看好它那個project 其實很特別 雖然它的設計不太好 但是呢 它會派一些船 和 先買船長 再派船 但是呢 後續的road map 我就覺得幾有趣 它就說 會放一些 metaverse的art 面部 即10月會有一個這樣的活動 最主要看下面呢 它說那些船呢 或者那些船長可以合體 但是我不知道它原意是什麼 不知道它說什麼 都好像很圓 但是呢 看到它的discord 那個老闆 就不停去做一些宣傳 那希望呢 我就 期待它那個項目 但是如果你覺得 小火子我夠必 我回家鄉 想回復 你就自己三元放 但是如果你覺得繼續看好的 還有呢 三元放是最差的那隻 我相信你抽那隻 不是最差的 你抽那隻可能厲害一點 你放高一點 那這個就是 一個叫大家 還有呢 如果你想拿這個 有船 想拿船 記得要先禁錄 即是去交易所 不要上架 拿了才上架 那來到最後一部分 唉 好想拍多一段影片 還是繼續說 還是繼續說 這段影片是非常優先的 那你就 你想早點知道的 那你就 就 入會吧 那繼續說 如果你真的想抽到高大 我建議有一個做法 就是準備 一粒以太幣 因為抽這個高大 0.5粒以太幣 在那個戶口 0.2粒在這個戶口 就可以賣一隻 0.4粒 如果你申請的時候 0.4粒就可以賣兩隻 那我看那個官方的Discord 說的 那就 不 我好像出了一段影片 好像好一點 這段影片太長 我現在出了一段影片 那根本分享差不多 如果你想看 早點看到 如何抽高達的文章和影片 那就歡迎加入 那你今天就這麼多 還有呢 比特幣 比特幣 有張問答遊戲 每個幾天就截止了 大家踴躍支持 我們下集再見 下集高達再見 拜拜